北京时间1月26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今日,一共有9场比赛,詹姆斯终结了连续4场30加输球的空砍记录。哈登生涯35次,送30加3双。快船完成35分逆转。国王遭遇53分惨败。 爱德华兹,21岁前,瑟瑟轰40加,恩比德,连续4场,拿到35加10,约及其,送双20,以下,是今日数据汇总,詹姆斯终结,连续4场30,加输球记录,胡人,106比96,击败篮网,詹姆斯出战34分钟,21投14中,拿到33分7篮板,6助攻,3抢断,2封盖,这是他连续第18场,拿到25加,追挺了1961-62年的,埃尔金贝勒,并列队是第5。 在本场之前,詹姆斯拿到30加10,遭遇4连败,如今,他终于不再空坎。哈登胜牙35次,送30加3双,哈登在这场比赛,拿到33分,12篮板,11助攻,这是他胜牙第35次,拿到30加3双,排名历史第4,前3位,是奥斯卡罗伯特森,106次,威斯布鲁克,48次,和詹姆斯,36次,快船完成35分,逆转快船,116,比115,逆转席, 他们本场比赛,最多是落后35分。自1996-97赛季,开始记录比赛进程以来,落后35分,逆转追平了NBA第二大逆转记录。在1996年,爵士曾经在落后36分的情况下,逆转决心。 二胜,16239负。快船完成不可思议翻盘,在最后20秒,快船,还落后了7分,但他们最终,却实现了翻盘。算上快船,在最近20个赛季里,当球队,在最后20秒,落后7分时,他们的战绩,为二胜,16239负。 另外一支,完成如此神奇秘转的,是,2014年1月3日的骑士,他们当时,在对阵魔术比赛里,最后20秒,落后7分,但球队在常规时间,将比分扳平,并通过加时,获得胜利。 国王遭遇53分,惨败国王,75,比128败北,输掉53分,创造了国王队,是第四大输分记录,在1991年,国王队阵勇士,输掉62分。 1985年,队阵熊路,输掉58分。1989年,队太阳,输掉55分。 这也是NBA本赛季第二次,由球队输掉50加,在去年12月3日,雷霆,在队阵辉熊的比赛里,输掉了73分。 爱德华兹21岁前4次轰40加,谨讯詹姆斯·森林郎,109107,险胜开拓者,爱德华兹,登场39分钟,27,投14中,3分球,13投5中,拿到40分9篮板,3抢断3封盖。 他目前,已经4次拿到40加,追平了曾经的杜兰特,和东西奇,在21岁以美球员里,并列第二,谨讯于昔日的詹姆斯,8次,爱德华兹40分0助攻,4期日甜瓜,爱德华兹,本场比赛, 拿到40加,却没有一次助攻,在最近20年里,此前,只有安东尼,在21岁以内,打出过这样的数据。 2004年,对阵超音速,甜瓜拿到41分0助攻。 恩比德,连续4场35,加10,费城,117,比107,击败提苦,恩比德,拿到42分,14篮板,4助攻4封盖,这是他生涯第19次,拿到至少40分10篮板。 在队史,简讯张伯伦,31次,这也是恩比德,连续4场,拿到35加10,自NBA,和ABA,在1976,至77赛季合并以来,恩比德的连续35,加10场次,追评奥尼尔,和农梅哥,并列第二,谨讯于,1987,至88赛季的卡尔玛龙,连续5场。 恩比德一状举付试艾福森恩比德,已经连续17场比赛得分,为列圈队第一,追评了艾福森保持的队史最长记录。 约基奇8次20加20,刷新队史记录绝今,110,比105,击败活塞,约基奇20投9中,得到28分21万9助攻,这是他生涯第8次拿到20加20,继续刷新队史记录。 约基奇,成历史首人,在本场过后,约基奇的篮板总数,突破5000个,总助攻数,突破3000次, 他成为了历史首位,在生涯前500场内,拿到至少5000篮板,3000助攻的球员。 卡尔宁安成队,史最年轻,30,加5加5先生,在输给绝今一战中,状元坎宁安,26投14中,三分球,9投6中,拿到34分8篮板,8助攻2抢断4封盖,他超越了伊赛亚托马斯,成为队史,最年轻,拿到30加5加5的球员。 卡尔宁安六数据领先选队,近40年新秀第三人,卡尔宁安,本场的得分,篮板,助攻,强断,封盖,以及三分,都领先选队。 他成为最近40年,第三位,六项数据排名全队第一的新秀,前两位,是1985年的乔丹,和1996年的艾普森。